保证地址的一个正确性 地址是按照地增的去排序的 然后clock在同样地址下也是一个地增的 你要保证地址不变 那么statepeer的clock一定大于state的clock 这都是transaction的一个部分 请问clock是什么意思 clock是什么 clock就是时钟 我们从clock这个CPU这边可以看到 它是地增的 每执行一条指令 我们都对应一个clock 然后clock又走了一个时钟周期 我们又执行下一条指令 又走了一个时钟周期 我们走下一条指令 EVM里面没有clock是吧 是你VM才有 那clock其实这个也都有 就是我们的指令得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 去一点一点去执行 其实这个概念可能各处的叫法不一样 但是都是有这个时钟周期的 包括我们CPU的硬件里面有这个clock 这个精震在里面去走的 就是我们硬件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时钟 这个精震震荡一下 然后我们执行一个事情 震荡一下执行一个事情 我们震荡了一下 然后我们的PC会或者是加一 或者是跳转 对我们又震荡了一下 然后我们又进行这个跳转 所以这个clock走的快的话 可能我们CPU快 对吧 就是从这个传统的这个这个trip的角度来讲 对 clock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的 在CPU里面 它就是低增一 它不会一下增二 它按照顺序低增一 那么这里面的clock就是与CPU对应的 CPU在5这个时刻 它进行了一个MSTAR的操作 那么在memory这个表里面 它一定需要有一个5 有一个MSTAR 然后呢 这个address和value 肯定也是CPU告诉它的 对吧 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图表里面看见 就是说 那我们刚才讨论这个CPU 有它自己的transition function 然后这个ram呢 有自己的一个transition function 那它俩自己去约束自己的逻辑 是吧 它们两个自己约束自己的表格 是没有问题的 是正确执行的 没有说胡执行 瞎读瞎写 也没有说这个 你是一个家 我给你弄成成了 是吧 这个分别保证这件事情 但是我CPU 在时钟 clock5这个时刻呢 我MSTAR的一个值进去 比如说我们这个 MSTAR这个指令 做的什么事情 做的就是 把这个register1的值 存到register0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里面 我们就是把这个存到0地址里面 于是把在clock5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存到了0地址里面 然后这是一个MSTAR的一个操作 是吧 就是CPU这个表和Memory这个表 就通过这种方式 叫lookup argument 或者plookup 这是两种方式 其实data不诈 都是说的是同样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CPU 按照规矩自行执行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我这个MSTAR 和Mload对不对 我得问一下Memory 因为如果按照时间设计的话 我在这里面进行一个MSTAR的操作 然后我在比如说10成55的时候 把这个值读了出来 那么我们怎么保证这个读的值 跟这个我上次写的这个值是一样的呢 我这个值是clock15 我这个clock可能是一个55 我很难构建起这个约束关系 所以我会通过这个RAM这个table 去把这个地址进行一个排序 而不是说仍然按照时间去排序了 我们把地址 按照地址排序之后呢 那我这个MSTAR和Mload 他就天然的就挨到了一起 对 然后他就能很好的约束这件事情 他帮我干了这个存取的这个操作 同时呢 相互之间又有约定 我这里面有的东西 你这里面一定也有 而且我这里面没有的东西 你这里面不能有 所以他们两个会有一个lookup 去查询这个东西 其实lookup的逻辑就是 我们这是一个表 这个表的话 我们都会把每一个数值去取出来 然后把它排成一串 这个数字排成一串 这个数字也排成一串 其实这是我们可以理解为 这排成了一串这个东西 可以是如果可以是一个一个点 这个第一个呢 我是假如说 我们如果是看到一个二维的一个桌边看来的话 比如说我横轴是012345678 数字排的 然后呢 我纵轴呢 是这个各个值 是吧 Y6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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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横轴是012345678 然后纵轴是这个值 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曲线 这是一个多样式 然后这边呢 也是012345678 就是然后呢 把这边也 这个值呢 也放到这个Y轴上 它也成了一个曲线 那其实我们就比较的是这个曲线跟这个曲线是一样的 那它这两个曲线怎么能是一样的呢 它那只能说明这个这两个曲线的表达式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多样式是一样的 那多样式怎么能是一样的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随便取个点吧 然后看这个这边的多样式在这个158这个横轴 这点是什么 这个这边是什么 一看他俩正好相等 那他俩就肯定一样啊 那有人说可能不一样 那可能158这个点一样 在368这个点就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如果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内 然后随机取了一个点 然后他们俩他这个点还完全匹配 那么大概率就可以说这两个多样式是一样的 然后这两个table里面确实是值是一模一样的 也没多也没少 对大概我们这个从这个high level的角度 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一下 对 就是CPU有的事情 我们其实约束的就是CPU的执行逻辑 但是有的是我CPU自己干不方便 就交给了其他的table去干 对 那除了这个memorytable 其实我们对于大部分ZKVM而言 除了memory还有这三个table 第一个叫raintrack raintrack就是可能在 在这个平时的软件开发里面可能不常见 它是一个范围检查 从字面医生来讲 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把这个各东西放到这个表里面 这个表里面东西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U8吗 还是一个U64 还是一个U256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不是这个整数 它是一个field element 它是一个 它也可以是一个数 但是它不是整数 整数跟这个field element有什么区别 我们可以理解为 这个field element就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质数 在范围之内来回循环 比如说我们这个质数 就设小一点是17 是吧 然后我们在整数范围 范畴下 我们5加上5等于20 那么如果在这个 它这个field element呢 5加15就不等于20了 15加5的话 加1是16 加2是17 加3呢 变成0了 加4变成1 然后加5变成2 对吧 它会rap回来 就是它会拐回来 对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会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field element 然后呢 比如说让它包含 u32这个范围 那如果在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field范围之内 我们就可以进行 u32的计算 因为在u32这个范围之内 它的加法呀 乘法呀 是符合整数运算规则的 对 那么选择这个field element的 这个而不是用整数 其实也是跟这个 证明系统关系的 我们就不再深入去讨论 我们回到那个话题 就是这个里边是field element 这个数很大 它可能能表示一些u32 但是呢 我得确定它是一个u32 就是我高级语言 是一个u32的计算 然后你里边给我装的是field element 我怎么知道这个field element 是否是在这个u32范围之内呢 是吧 如果它是超过了u32的范围之内 它是可能是一个38比的这个数 那怎样确定呢 所以我们可能高级语言 对u32的计算的所有的操作数 都要进行一个range check 这个range check的范围是u32 就是证明这个field element 是一个u32的 能够被一个u32表示 那么怎么证明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个field element 你既然说你能用u32表示 那你肯定能拆成四个u8对吧 能拆成四个u8吧 那你就给我四个field element 每一个field element 能够用一个u8表示 那第一个事情 我就是验证 你给我这个四个field element 是否能用u8表示 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可以u8的范围 它才是256个嘛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查表的方式 我给你四个field element 你去这个表里查一查 这个从0到255 有没有这个数 一看你这个四个field element 在这个表里面都有 就说明这四个field element 都是u8范围之内的 那既然都是u8范围之内 那你就需要做第二件事情 那这四个u8能不能组成一个 你之前那个u32呢 你之前那个field element 如果能够通过四个u8 组成这个field element 那这个field element 一定能被u32表示 对吧 所以你第二个事情做的 就是你拆成了ABCD四个field element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教验一下 A乘以这个2的24次方 加上B乘以2的16次方 加上C乘以2的8次方 加上D 等于你原来那个field element 是吧 所以我们就是RainTrack的基本逻辑 就是拆分 然后拆分之后 你证明一下你所有的这个lims 都是在这个发位置内 怎么证明呢 你插表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证明你拆分这些lims 能够组装成你原来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RainTrack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讲的这个bitwise 就是bitwise就是这个未运算 比如说1010雨上0101等于0000 1010霍上0101等于111 在我们这个传统的CPU架构下面的这个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因为它这个电路的设计这个0和1特别容易操作 你语运算和这个货运算 经过简单的这个架板门就可以 语飞门或者疑惑门之后就能够输出 但是我们现在操作的是一个field element 这个东西如果通过我们的CPU指令级 去做这个bitwise是特别不方便的 我们如果给了一个field element 一个数我们就可以说是一个数 如果给了一个数 然后和另一个数进行了一个暗位的一个语操作 你需要去证明什么 你需要把这个数A拆成64个bit的0和1 然后再把B拆成64个bit的01 然后把这个第一个0和1去语一下 第二个0和1语一下 第三个0和1语一下 是吧 每一位都要语 对你只能拆成每一个bit 然后进行这个操作 是非常不方便的 对它对于这个CPU而言 这个物理CPU而言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对于这个我们ZKPM是特别不友好的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特定的电路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它的底层也是通过这种插表的模式 比如说我们这个做一个U8和另一个U8的这个语的一个表 这个表里面就包含了所有U8与U8的这个语操作 能有多少呢 就是U8U8就是2的16次方对吧 我们把所有的A与B然后output等于C都写在这个表里面 一共呢是6536个嘛对吧 2的这个16次方 然后我们进行查表 是吧 我们就能够得到所有的U8的这个bitwise操作了 那么我们现在是知道U8的bitwise操作 那我们怎么去拿FieldElement去做这个语操作呢 那就把一个FieldElement拆成这个 比如说我们64位的这个FieldElement 你就拆成8个U8对吧 拆成8个U8比拆成64个0要方便和这个优雅很多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通过拆分 然后查表的方式去实现这个bitwise 同样还有这个哈希 哈希我们这种比如说以太坊的开XK56这种哈希运算 它也是大量的基于这种未运算操作 那我们都说这个未运算操作都特别不友好了 那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个哈希运算 做一个这个特定的电路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我们会 如果是一个就是EVM兼容的一个ZKEVM 那可能他需要做一个这个Catch-out-flow的一个哈希的一个哈希 如果说你不是一个ZKEVM的 或者说你调整了ZKEVM的哈希模块 你可以选用一些ZKEVM友好的哈希函数 这个所谓ZKEVM友好的哈希函数就是 我们操作的不是为了 而是直接操作FieldElement 比方说我们要把这个8个FieldElement 输出成4个FieldElement 去进行哈希 我们预设这个每一个FieldElement都是64比特 那么我刚才陈述这个长度就是8个FieldElement 就是两个256嘛 然后输出4个FieldElement 输出一个U256 两个U256输出一个U256 就是一个Moke数的哈希嘛 那我们操作的是把这个8个FieldElement扔到一个哈希的一个哈希里面 这个海述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FieldElement 每一个FieldElement进行一些乘方 比如说七次方五次方三次方 然后再进行一些相互之间的一些加法预算 就是把这个FieldElement进行一些杂揉 就是第一位通过一些杂揉变成了新的一位 然后第二位也操作 再包括一些与一些定义的长量的一些加法预算 就是我们会基于这个FieldElement去进行一些预算 那这样的话其实它就是相关 它的相关性其实是与这个乘方 因为我们乘方的话 我们刚才说在FieldElement上面做这个乘法呀加法呀 它如果是overflow了 它会溢出 我们一个FieldElement是64位的话 如果它溢出了 它会折回来 对吧 就它太大了 它就折回来了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去 你开放是很难的 对吧 你去找回来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这种模式呢 这种预算模式呢 就是通过乘方啊 然后相互之间的一些混杂呀 包括一些长量的加减预算呢 通过对原有的FieldElement去进行操作 就能够实现一些哈希的一些函数 常见CK友好的 包括匹德3哈希啊 Blake3呢 还有波赛东啊 都是这种哈希 对 然后其实大部分的这个ZKVM项目都会实现这三个这个东西 然后当然你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定义的指令 你可以去添加 然后让它去帮你给CPU做一些事情 这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回来再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如果我们要有一个ZKVM的话呢 需要哪些模块构建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就是首先我们让大家用你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方式体验呢 你就要有一个高级语言是吧 那我们都说这个进入ZKVM的这个程序呢是BitCode BitCode我们有很多选择方式 可以是这个EVM的BitCode是吧 我们也可以是Risk5的 也可以是你针对于这个ZK这个领域设计了一个新的一个指令级的一个体系 然后让它对于你的证明系统啊效率啊特别友好的这都是可以的 然后最后我们进入这个把这个高级语言变成BitCode之后呢 进入这个Runtime包括这个CPU啊RAM啊Runtrack啊哈希啊 这些东西都是通过这个lookup argument的去保证的 对吧 就是他们不是独立的 是通过lookup argument的把他们连在一起 构建一个整体啊 然后去输出证明的 最后呢他们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东西呢 啊啊执行的轨迹啊一步一步都填好了之后呢啊 去交给Prover啊去去生成这个Prover啊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选择的事情 一个是我们选择哪些指令级 比如说我们如果选择EVM呢 那对于这个二层这个Depth开发者而言就非常友好 因为我们可以这个你用Solidity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编译成这个 啊啊啊EVM的upcode的啊同时也有很多这个啊 啊脚手架呀然后钱包工具呀去做这些事情可能对于这个下游的Depth开发者也非常友好 嗯当然它的缺点就是EVM其实它不是这个源于CK设计的 所以它的性能可能会有一些呃包袱啊 啊那你也可以选择这个Risk File 因为这个Risk File这个指定级很多这个语言都可以编译成它 你可以用C啊C++啊Rust啊Java啊你编译成它 然后呃所以就是你的上层高级语言的选择会会非常多 那或者说你不用这些指定级我对性能要求比较高 然后呃你可以选择一些ZKFront来的一些设计 比如说这个Carol呃呃呃这个Stug Knight的这个Carol语言 它就是呃自己定义了一个指定级 包括我们的欧拉项目也是自己定义了一系列的指定级 然后去根据ZK从ZK这个角度讲去做一些取舍啊丢掉原有的包袱啊 当然那相应的大家可能就是对于呃现有的开发者 他可能没有那么熟悉 他需要可能新学习Carol语言呃 新学习我们的欧拉浪语言呃 然后不能用C++和Rust编写是吧 啊这都是一些项目的取舍 对呃那呃ZKBM我们最后在在就是具现化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说这个约束逻辑 刚才我们很直观的知道这个加法门和成法门怎么约束 那我们这个transition function具体约束的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state的转换嘛 刚才我们RAM那里面也进行了一些取益 那么对于CPU这个我们再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在这个cloud 13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这个add指令就是加法指令 然后在cloud 14的时候有一个成法指令 那么加法指令做的事情就是把regis0和regis1的 值加一起放到regis0里面 所以你看这个5加217通过这个加法 下一呃这个始终走完之后regis0这个值就发生变化 然后这个下一行碰见成法了 那这个指令的规则我们指令级的定义就是 把碰见成法就是把这两个计算计的值相成 放到regis0里面 对 那约束具体我们怎么去构建呢 我们可以这样就是 先做一个function selector 就是 有一个1 这个function selector是一个binary的 就是或者是1或者是0 然后它的规则是 当些紧当这个upcode加的时候 这个add selector是1 其他时候都是0 然后同样这个upcode的时候 成的时候这个multiple的selector是1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写这个指令 首先一些通用的逻辑 clock递增1 我们要保证clock 下一行的clock 减去当前上的clock减去1等于0 同时碰见了加法指令 就是selector等 如果这个不是加法指令 这个等式是横成立的 对吧 就是不是加法指令 我就不需要关注它 它肯定是成立的 那是加法指令的时候 它会被值为1 那我们会要求什么 有要求 要求就是下一行的register0 要等于上一行的这两个register相加 对 这个就是 对 包括这个惩罚 当这个不是惩罚的时候 它是0 它是横成立的 没有问题 我们和这个约束是可以过的 当它是惩罚的时候 它会被值为1 我们不就需要对括号里的进行验证 就是下一行的0等于上一行的0和1相乘 对 那当然了这个selector是1还是0 与这个ob code 其实之间还有一些阅速设计 我们就不再展开 对 大概这个transition function 基本就是长这个样 其实也是很直观的 就对于这个clock 地增 pc怎么跳转呢 pc跳转的话 pc如果不跳转的话 那跟clock是一样 就是pcp-pc-1-0 如果跳转的话 就是碰见了dram的指令 或者是ifdram的指令 dramif指令 是吧 然后这pc 可能让跳到寄存器0的地方 那我下一行的pc 一定等21 就是类似的一些约束 问一个问题 哎 你说 这个reg有几个呀 寄存器 寄存器的话 我只是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寄存器的话 你的vm定义指令 定义几个就是几个 你可以定义8个 可以定义10个 这个是都是可以定义的嘛 包括指令集 其实我这也是简单粗暴的 这两个值相加等于这个 其实我们对于寄存器模型而言 我们的指令 指令instruction这里面 会指令你操作的是哪个寄存器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指令解码出来 他opcode是一个add 然后他操作的寄存器是0和1 然后输出的寄存器 可能是一个寄存器5 对吧 然后这个都是根据你的指令集 设计有关系的 你的指令集可以设计5个寄存器 8个寄存器 这都是可以的 对 我这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加法呀 乘法呀 这种opcode的大概的 约束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子的 对 像我们欧拉的话是定义了10个寄存器 然后包括我们CPU也可以是基于站的 基于站的话就是没有寄存器 对 但是他的这种opcode的话 都会追求一定的这种约束规则 同样他们的转化逻辑也是把这个state 在进行一个具体的转换 对 哦 哎 第二个你们这是基于hello2吗 哦 我们是基于plunky2的 plunky2哦 啊对 我们那个就是 呃 呃 你说你比如说你比如说你上面回到比如说对于那种EVM那种create指令或者create 2指令 这一种一般怎么写可以简单分析一下 嗯 create的指令啊 对 create的指令 其实create的我们做的呃是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其实其实create的指令 呃 我们是要部署合约嘛对吧 我们部署合约的话就需要做 其实我们这个二层部署合约做的事情不是说把这个所有的这个 呃 program都装到某个地方存起来 因为你 嗯 我们那个二层一般是没有一个这种program的一个字段去放这个东西的 我们基本都是挂在默克术的LIF上 然后这个create呢 那我们一般会怎么做呢 就是 就是我们不把这个圆代码去放到LIF上 而是把这个呃 圆代码做一个承诺 然后去放到叶子上 这个承诺呢一般就是一个哈希的承诺 我会把所有的圆代码进行从头到尾进一个哈希 哈希出来一个U256 然后把这个U256挂在那个树的叶子上 对 所以create是一个高级语言的一个 当然那个以代码是有这个 create的这个upcode 但是呢就是我们从这个ZKEVM这个建设的角度讲 这create其实是一个偏高级的一个一个upcode了 就是它很难就是通过一个步骤 就是一行一个stata去表示这个整个的过程 所以呢就是一般来说会把这个create的过程 会拆解成一些步骤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哈希哈 我先进行哈希操作 然后呢 再把这个通过iSTAR把这个哈希结果呀 去放到这个这个LIF上 对 所以就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步骤 CPU的clock 一个clock就解决的问题 对 你说的默克尔书是一个账户书是吗 是的 对 大概就这么简化了是吧 就绕过去了 对 是的 就是我们要对一个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原代码存上去 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原代码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只存了一个哈希 那你存了一个哈希 其实你运行的时候还是要证明 你运行的这个原代码跟你之前存的那个哈希 是一致的 对 对 这个其实就是另一个就是Program的一个有效性的一个证明 这可能就就比较长得比较开了 然后看一下我们欧拉的一个执行的一个逻辑 我们首先一个user他发起币交易 然后呢 既然我们有隐私模块 那这个隐私的话隐私模块的话 我们就要涉及到一些隐私数据 如果我们还是说把这个我们的交易直接 就给节点去执行的话 就会一定会暴露自己的隐私 所以隐私交易的话 我们会在本地起一个BM 去执行这个事情 然后呢去生成Proof 对这个local的BM 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会去执行你的隐私一些交易 然后进到BM里面通过local的Prover 或者说你有一些delegate的Prover 就是你信任的一些Prover 你觉得你这个手机性能生的Prover太慢了 你让别人给你生成 当然你信任他 然后生成之后呢 我们会封装成一个Transaction 这个Transaction呢 就包括了你这个local隐私模块的这个运行逻辑 没有问题 你生成Proof 同时呢也包括这个 你有一些public的function 你需要执行一些公开的一些交易逻辑 你可以打包到这个Transaction里面 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备注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把这个隐私的Proof和公开的function和input 封装好之后呢 就要丢给节点 节点呢去执行你的公开交易 然后呢把你的公开交易的State的状态流转一下 把你的隐私的这个Proof验证一下 然后去更新一下状态 之后呢就是生成这个Trace Trace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 刚才我们看的这个表格啊 我们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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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么验证 然后这么执行的啊 是吧这个表格 你看CPU表格 Memory表格啊 这个都给你放在这儿了 然后丢给Prover Prover呢去做很复杂的一些运算 然后去生成一个Proof 我们会生成很多个这个Starket Proof Proof 是生了很多Proof之后呢 直接让一层一个一个验其实也不太合适啊 因为一层的话花钱很贵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Proof呢 再进行一个地规的Proof 就是我二层把这个Proof都验了 然后我向你证明我这个Proof都验过 没有问题 然后再生成一个FinalProof 然后提交到一层 然后更新我们这个二层的一个整体的状态 对 然后对这个隐私的设计而言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这个局舍嘛 最开始我们看到那两个数 一个是这个NodeTree 还有一个就是NodeTree 加上NodeTree 那包括这个 iTag还有A6啊 他们用的都是这个两个数的一个方案 就是NodeTree和这个这个NodeTree 两个数 然后我们用的是一个Updatable的一个NodeTree 其实单纯从这个隐私保护的角度来讲 这个我们用这个UpdatableTree的话 它是可以构建起来 这个隐私交易Node的前后的对应关系的 比方说我们这个上下这两个流程都是 从这个Public一个状态到这个Private的状态 就是Public我们账户消费了一些钱 然后生成了一个Private的Node 然后这个Private的Node呢 又变成了一些其他的Private的Node Private的Node 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最后呢 我想提出来 提到以太坊上 那我们把这个Private的Node 一定要变成一个Public的状态 再回到Public的状态 那么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流程 可以 因为我们是一个Updatable的一个ModeTree 所以我在销毁这个 比如说在这个过程 我们销毁了这个Commitment的1 然后生成了这个Node3 销毁了Node1 升成了Node3 那其实我在这笔交易 我是可以看得到 我这个Node3的产生是由于我销毁了Node1 然后 所以它是一个LinkedBoard 就是假如说我Bob是一个坏蛋 然后呢我有一些就是不好的资金 然后我就是来到我包拉这里面 然后去交易 然后最后通过演资交易 然后之后再把它取出来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Commitment3 它最后如果我们知道这个Bob的公开账户 或者说不知道他是公开账户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Commitment0 是Bob的第一个Node 我们知道有人取出了一笔钱 这笔钱是来自于Commitment3 而这Commitment3 是在效果Commitment1的时候生成的 然后是 这Commitment1是由于Commitment0生成的 Commitment0是Bob的 所以当有人取出了一笔钱的时候 我们是知道这笔钱最开始是不是原意Bob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LinkedBoard 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这种纯隐私的角度而言 它可能就没有说隐私性是有一定的取舍的 那好处就是如果说这个监管来了 说我们这个Bob有问题 然后你要需要把所有的这个Bob相关的钱都告诉我 那么我们就很 我们能够知道哪些Output Public Output 是跟Bob相关的 那么可能知道了一个 假如说这个Alice取出一笔钱 是跟这个Bob相关的 那监管就可以找到Alice 说这个这笔钱呢可能来了物品 然后呢 我不知道你是通过了一些正当的交易 还是说你是Bob的媳妇 然后他把钱转给你了 你呢就是你要证明一下这个事情 那Alice如果他是一个好人的话 他可以很方便地去证明这个事情 他可以提供他的View Key View Key 就是我们在隐私这个角度讲 可以大致分为两种key 一种key就是操作这个资产 第二种key是查看这个资产 Alice不必提供这个Profit Key Profit Key可以操作这个资产 他只需要向监管机构提供这个View Key 他就能够证明 我之前你看我不是通过这种单纯的这种转账 而是通过了一些我出售了一些东西 然后收到了这笔钱是吧 这笔钱是我用这个东西去出售来换的 其实我跟这个Bob没什么关系 其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达到一定的一些监管的效果的 那么相对于这种模式而言 这种Notify的模式就是前后都是untraceable的 就是我们知道你Notify的Tree上挂了新挂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这个Notify上凋零了几个叶子 他俩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 所以如果说监管对于这个平台 或者说对于这个平台上用户有要求的话 他会要求这个平台怎么样啊 就是你要不然关门 要不然呢你得保存所有用户的View Key 如果你这个平台没有所有用户的View Key呢 我就没有办法去追踪这个资金的流转 那你就会从事实角度讲 被这个洗钱提供了一个平台 所以或者用户 所以如果说是这个平台需要用户提供View Key才能进行运营的话 其实提供View Key的话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用户的隐私 而且它侵害可能更大 对但是如果说是这种模式的话 用户不需要向平台提供View Key 只需要在监管找到你的时候 说你这笔资金你出来了 但是你有没有问题 你去证明一下这个时候它提供一个View Key就能证明这件事情 对所以就是从这个监管的角度讲呢 有这么两种趋势 这么欧拉是对于监管比较友好的这种趋势 Value肯定都是引的是吧 from to引了嘛也引了呀 只不过只是最后一步的时候你可以关联出来是吗 中间 是的这个到public的时候就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它就是公开的 那永远不出来的话那其实问题也不大是吗 是的呀 你不出来是没有问题的对 是的 这个意思 对然后你说View Key的话 View Key如果你们保存 其实拿了View Key就可以去花这笔钱吧 View Key可以查看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但是它不能花 View Key View Key不就是那个Note里面那个一个随机数R吗 知道就可以花那个Note吗 不是那个可以叫Private Key和View Key Private Key我们是花这个钱的 View Key是这个看那个里面是什么东西的 对 包括 仔细看的 对是的 因为它是有使用场景的 就是如果我想就是那个我这个丈夫给媳妇分享一下我的账单 你就可以把这个View Key提供给你媳妇是吧 但是呢我不想让你花我这个钱 那你就这个别动我的Private Key 包括我可能希望一些这个分析机构 包括分析一下我的资产配置好不好 你可以把View Key给它 对 这是不同的功能 对 那如果你这个逻辑按理说 我直接就做一套匿名交易完的话 其实不提到以太坊什么的 其实也没啥问题 当然没有问题的 也查不到我 是的 对 但是我们预设的都是用户会把这个资产提到以太坊 然后进行变现的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场景 当然你要是藏起来的话 或者说你就提到以太坊 然后你永远都不去这种KPSC过的这种中心化交易所 跟你身份构建起关联的话 那你也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会预设只要你提到了这种公开账户模型 你可能就是有这种 你一定是有这种变现的这个逻辑的 你可能就会与你的真实身份构建起联系 这个公开模型与你的真实身份构建联系 这个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是现有的技术架构 对吧 我们需要的只是说 当这个用户想去现实中变现 那预设他一定会把这个钱放到这个公开账户里面 对 当你一直在上面这个隐私里面玩一些什么游戏啊 体化啊什么那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是黑钱的话 你肯定会有洗出来的这个需求 对 你可能不太会一直在这里面去转来转去 对 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监管友好的 好的 谢谢 OK 再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欧拉提供了一个同龄晚辈的高低语言欧浪可以编写 真的合约跑在这个VM里面 然后呢 同时我欧拉提供是一个非常这个这里面写的不对啊不是Rust的 是一个 是非常类似的啊 就是对于现有的Depth开发者来说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同时呢我们是ZKVM不是ZKVM就是对于性能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就是重新设计各种指定级啊 然后它的效率会比较高 包括一些之前没提到这种这种non-deterministic一些commutation 就是简单提一下它的概念就是我们通过现有的一些upcode啊 可能做一件事情比较难 但是呢可能这件事情验证会比较容易 比方说这个我们这个开放这个动作 开放动作通过我们现有指令级去做开放这个事情是比较困难的 可能会消耗很多很多指令 但是呢验证这个开放这个事情只需要一个惩罚就OK了呀 所以这种非确定定计算就是做这个事情的 就是我们这个VM想做一个开放这个事情 但是呢它又太费指令了 那么就不用指令执行吧 让天上掉下来一个结果 然后我就验证这个结果 对 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ZK友好的设计 就是因为那指令级是针对于ZK设计的 它对于一些计算没有那么友好 但是呢对于验证的过程是很友好的 我们也可以从验证这个角度去保证这个VM执行的正确性 对 所以在我们的VM中如果进行开放 就是会天上掉下来一个数把结果放到memory里面 然后我们的下一条指令会跟一个Azert 就是Azert AE乘以A等于这个天上掉下来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我们系统里面叫Profit 是原家的意思 在那个Carol的设计里面也有这个概念 它们叫Hint 最后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些内容 然后呢我们的团队有各种各样的开发者 包括编译器的 然后执行层的 然后约束设计层的 还有这个算法研究层的 各种各样的人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项目 如果有一些技术讨论呢 欢迎关注我们的一些各种视角渠道 这个二维码呢包括所有的东西 对它会打开一个页面里面有所有的链接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讨论一下 好的感谢Soft Cloud老师的精彩分享 然后大家现在有问题可以直接开麦题 Soft Cloud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你可以回到你欧拉那个架构吗 就那张图 就是user side 这个有个local VMM 到时候用户 就是匿名交易的时候支持的是吧 我们会两种local的 local side 会有两种这种交易模式 就是有隐私的 还有这个public public的话 我们是这种公开账户模型 就是AA模型 隐私的话就是 就是一个像一个纯私钥 然后去操作这些东西 对它流程可能不一样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 大致的一个框架 对我就是说public 你不直接可以把交易 发给sequencer就完了 是的 对 你指的是这个东西 对 这个流程它是说 我这笔交易 我想做一些隐私的事情 然后同时我也要做一些 就是这些事情做完之后 我再做一些公开的一些事情 就是有些东西 有些function 我不想让你们知道 有些function 你们可以知道 对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串成一个transaction去做 就是你在隐私的这个部分 你在local去执行 然后生成prove 然后public部分 我们还是节点执行 对 等一下 你说的隐私部分 是指包括展战 还是说可以调智能合约 调智能合约 就是我们这个logo执行的话 是执行的就是智能合约 我们会把这个 你需要 因为我们这个 虽然是隐私部分和public部分 但是可能你在这个原代码里面 你开发的时候 它是在一张合约里面 一个文件里面的 只是它有的function 会标成这个private function 对 然后所以你需要 你需要与这个合约交互的话 你会把这个合约的原代码去pull下来 然后在你本地的一个BM去执行 然后执行了这个合约里面的隐私部分 生成prove 然后丢给节点之后 节点执行的 节点执行的其实也是你这个合约 然后它是一个执行 只是执行的是public办公室 对 嗯 那比如说啊 就举个具体的类例子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链上ERC20 一个转账 你说你掉那个合约 你可以支持 就是说你要把ERC20 改造成一种ZKERC20 是吧支持那种名文transfer 也支持一个GKtransfer 是吧就是这样 是是这样 应该也 是这个意思吗 呃就是它不会 明文transfer就是明文transfer 然后也是transfer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public这个东西 变成这个 有有这么样一个过程 会把public这个东西放到private里面 我这个只是你们你们UXO匿名转账 你刚才不是说支持调用智能合约吗 比如说那我们就调一个DeFi协议嘛 比如调UniSwap的一个 呃 那其实相当于UniSwap要支持这种匿名 匿名Swap才行是吧 有要改造一下有这个方法 呃对Swap而言的话 可能 呃Swap是比较难以构建的 可能 用Swap这个东西对于这个 呃 隐私这个方案来说 就是UTXO模型来说 它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具体来说 呃 呃 你要进行 你隐私交易的部分 肯定是操作的是你的UTXO 然后你public的部分 肯定是你public的部分 你不会说在一笔交易里面 去把你的public变成这个private 然后再去交易 这样可能也不利于你保护自己的隐私 好等一下 那我明确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 你隐私的只是UTXO转账吗 那你隐私场景只有转账是吧 你调合约的那个 哦 你这个意思啊 就是你调合约全部都是明文交易 是吧 呃 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UTXO 其实它不是只是一个 呃金额 就是我们这个UTXO里面是可以去写东西的 你可以是一个武器装备啊 也可以是任何东西 我们可以就是定义 呃不同的合约 会把这个UTXO定义成不同的数据结构 对 所以它是不单限于转账的 那它解释NFT嘛 就是没有说很复杂的那种是吧 就是不能像 呃 Solidity智能合约那样 可以这么理解 呃 它它两个运行的方式确实不太一样 但是它们它本质上都是一种状态的流转嘛 只是说我们或者说修改 直接修改这个照本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从这个输入变成其他的输出 你这个呃 呃 你你原来的这个宝剑加上一个宝石 然后提炼成了一个宝剑 这其实也是一个一个方案嘛 对吧 是可以通过就是这种UTXO的组合 是实现去实现各种各样的逻辑的 哦 明白 那那其实 呃 你们就是相当于在这个UTXO这一套 还是做了更多的东西是吧 不只是匿名转账 还有可以一些什么道具那些 呃 我们不做具体道具 但是我们就是可以让你就是 自定义这个UTXO的数据模型 对 是的 我知道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那个 比如发给Sequencer 那其实就跟比如说跟Sequencer或者那些都是一样的是吧 嗯是的 其实都是明文交易嘛 对 哦 你确实了 好的好的 谢谢 还有你这个LocalVM是用户自己啊 本地起个客户单服务器吗 呃 可以是一个钱包 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可以是手机钱包 也可以是那个你的就是PC 然后也可以是就是说你信任的一个 一个一个服务器 对 其实我们这个LocalProof啊 其实就是你本地的一个议动设备 然后这个DelegateProof其实就是 明显快一点 然后你 你有一服务器你发给他去干 对 因为这个Proof的生成过程是 是相对于这种执行层面是要耗持比较久的 对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呃 这种服务商会提供这种DelegateProof的一个服务 也是有可能的 ok ok 好 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这边先关一下录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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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